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8日一位一篇名为《加州里德里士发现神秘中国新冠病毒实验室》的文章 揭露了一个可疑的中国生物实验室Prestige Biotech 自2002年10月以来在该实验室一个废弃仓库中 危害物质违反 绝对违反生物安全规定 此外 令人担忧的是该实验室距离力摸住 抨击式基地约 空军基地约40英里 这是美国海军西海岸F18黄蜂队所在即 这种当地官员在接触采访时所描述的那样 这是一个恐怖生物领悟 然后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PBI及其以中共有关的网络中 更多可疑和令人不安的地方 特别是我们的团队中 从中国获得的独家信息 首先作为一名在香港大学世界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 工作了五年多的病毒学家 我的工作主要是设计和开展使用实验动物 病毒和疫苗的项目 在我看来这个实验室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PBI把实验小鼠放在仓库里 法庭文件显示 PBI声称将在美国开始全新工厂生产体外诊断尸体 但是它根本不需要实验室小鼠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同时仓库里没有适当的研究动物设施 这意味着那些厨艺 污染条件下的小鼠 不再符合任何科学研究的标准 换句话说 这些老鼠从进入仓库的那一刻起 就完全被浪费了 除非它们被用于非道的和非科学的项目 PBI的所有者告诉法庭 这些实验室小鼠价值近一百万美元 因为它是 他们是加尼弗尼亚州UMI 经过六年基因工程改造后的特点品种 PBI还声称自己是UMI的债权人 因此自2022年10月 UMI破肠 它就在餐馆中接受了这些老鼠和其他材料 然而 这仍然没有意义 监狱实验室小鼠的维护成本和标准非常高 如果PBI未来需要赚钱或使用精准小鼠 细做实验 通过冷冻保存小鼠 胚胎和精子更为实用科学经济 其次 据当地卫生观验城到目前为止 该实验室已发现 约20种传染病 其中包括 引起结合病 脑膜炎 死亡力量10% 肺炎的细菌 引起COVID-19 乙肝和秉型肝炎 等格是HIV HPV RSV 风疹的病毒 瘧疾 主要需要注意的是 正如我在下图中用蓝色图出显示的那样 法庭 夸好法庭文件中 附件C的图 它用中文表明盒子里是瘧疾阳性的血液病毒 PF表明 表示恶性 涅原宠 成阳性 这是最知名的瘧疾 2000年至2019年 在尼日利亚造成了6100万例瘧疾 它还含有来自印度的血清 标注上的设计是 2006年10月11日 此外还有32个大病箱里面装用大量卫质 或未标记的样本 例如血液和铁 以及其他生物或化学 产菜的时候 在最坏的情况下 这些材料可能会 在美国多次引发疫情 甚至在大流行情节也是如此 在没有法律许可和合格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情况下 PBI如何获得如此多的传染性病原体 如果PBI从UMI收到这些物品 UMI是否在加利福尼亚州合法获得这些物品 为什么实验室所有者在仓库中 存放大量未标记的生物危害材料 它们是否出于特定目的 删除和避免了标签 如果当地官员没有发现这个实验室 会发生什么 是否已经发生了危险的事情 但我们还不知道 带着诸多疑问 我们查阅了PBI和UMI上的业务信息 张柏睿被内华达州正确交易委员会 列为PrestigePriotech的注册代理人 而内华达州 林Law Group和Michael M0 是UMI聘前的首席律师 有趣的是担任美国华人CPAS协会会长的张柏睿 Barry John 曾作为活跃的统战领导人 出现在中共的报告中 而麦克林总是出席中共统战活动 慷慨赞助 此外2019年 UMI首席运行官 Kentake刘 受中国加州商业论坛邀请 作为VIP嘉宾 会见了中国主洛杉矶领事馆和 中国的高级官员 这凸显了UMI在CCP海外网络中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还确定了 为中国青岛的PA PBI的真正所有者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证据表明 PBI是一家大型商业集团公司 涉及生物治疗 诊断 出物 金橱口猫眼 养牛眼 甚至移民服务 大多数公司 名称为爱德 地址相同 青岛市 逐州路 141号 其中 爱德生物 医药产业由 王兆燕和姚谢金控制 姚女士是PBI的联系人 但她向法院提供的手机号码 属于王兆燕 国内实名认证 同时 王兆燕是UMI的总裁 而爱德公司 是UMI的顶级贸易伙伴 因此当PBI告诉法庭 在UMI所提供的所有物品和冰箱 物品清单中 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传染病原体 并强调在物品和信息清单中 我们对 我们有时 这似乎是不诚实 且非常可疑的 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对公共健康有害的传染源 这都是可疑的 更重要的是 王兆燕还在 青岛拥有 爱德移民服务公司 根据我们获得文件 想要获得移民服务许可证 需要与中共公安系统 拥有非常强大的联系 因此PBI和UMI 都与中共的统战部和公安部有联系 而这两个部门是臭名昭著的 海外警察局的负责部门 我们挖掘的越胜 获得证据就越令人震惊 为了揭开神秘实验室的真面目 我们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我们将通过研波指示人进行更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李德利的这个非法实验室 更像是一个仓库和枢纽 为中共在美国的生物网络 非法提供传染性材料和老鼠 而不是一个缺乏管理的草率的民间实验室 这只是冰箱一角吗 考虑到对美国人构成的潜在生物威胁 两党合作可能是解决这一可怕问题的最佳策略 爱德华 豪格兰是一位退休的联邦高级行政人员和美国空军退伍军人 他拥有40多年的服务经理 包括担任美国情报界以及国防部 国土安全部 能源部和国务院的高级领导人 他曾担任多个情报机构负责任的高级顾问 情报界视察助力监察长 中国中央情报局战略规划主席 前苏联中岛条约现场核武器视察组副组长 以及作为屡获殊龙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师 他目前是一名专注于任职战的独立顾问 他还是美国大声说广播国家安全时刻的常客主持人 林女士 这个严博士写的这个看完以后啥感觉 你先点评一下 对这是严博士他把所有的咨询非常详细的 融入在这一篇的报道里面 然后具性迷春是已经初步的让一般的 应该是美国民众能够了解到 这个PBI跟那个UMI 其实跟中共的这个同一战线或者是隐蔽战线 就是之前严博士也在前面几期的节目当中 有提到的这一些网络系统 然后对于跟海外的警察局 然后跟这个统战的部门这些都是有相关连结的 那这种连结性就会让一般的民众会非常的谨慎跟担心 因为它这样子就类似于像那个有点让民众了解到就很像是苏联时期的 苏联时期的科克勃或者是另外的这一些隐蔽的情报单位 然后是偷偷的渗入在美国的国土境内 然后做这一些的隐蔽的这种行动 所以应该是美国的各个陈界 它都有在非常紧密的 在这方面做调查跟缜密的连结吧 因为这个还是在进行式当中 所以应该是有一些事项是还没有办法公布 而是陆续在公布 只是比较被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 最疑惑的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完全都没有营运的可可 然后可以这样子光明正大的在那个地点 就是那么非常轻易的运营那么久 那我知道那一个环境就是前几期 路德先生的节目跟那个Zilligo先生也已经有讲到 在那个部分是非常优雅的环境跟舒适的环境 而且是四通八达的这种交通枢纽 对于要去那边旅游 或者是全家去做休闲活动 是非常的好的那个环境 那他在那边做那个奶牛的燕运盒 其实一般人是不会太起疑 是因为那附近 在那个Tulaya那附近的这个环境 就是有一些落农场 然后也有那个羊马场 那等于是这种试验盒在那边是 就是你说在那边经营 也许那当地的民众是觉得是 不会觉得太突兀的 那但是为什么他的这种鬼鬼祟祟 跟他的那个没有记录 没有许可证 但是他的这个县政府 或者是他的市政府 他是都没有去了解到这样子的情形 那等于是说也要当地的这些民众 才知道状况 就是一个公司的营运在当地的状况 但是当被发现到这么严重的这种 有点类似是生武器库的这个仓库 在这边的时候 一般的民众真的是 无法去形容的 惊讶的无法去形容 因为完全没有一个防护的 所以我还在想说 他这样子如果真正的那种 爆发的话这些 比如说灭疾或者是艾斯的这种病 A肝啊C肝B肝 这种状况这样子爆发 他的这种杀伤力 其实跟那种一个核弹的杀伤力 核弹的是可能是惊爆在眼前 就是视觉上面的那种惨状 但是这种是无形的这种隐蔽 我们可以想象到 全球已经有7亿多人这样子的感染 而且这样子的受那个COVID-19的感染的 这种状态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停的 而且已经有在明面上是700多万人的死亡 但是实际上像那个我们知道 那个Jimmy Mason他一直说有2000万左右的人 是已经死亡的情形 我们不会觉得他其实他的那种 深层的那种爆炸力 就是杀伤力其实是更胜于核弹的那种杀伤力嘛 就是我看到的这种 炎博士他的文章 然后自己连接的一点感想 好的 我们看炎博士这个如何引爆的 他在推特啊 因为炎博士发推不多啊 也在8月5号这个推特 这总共有2500人点赞啊 是吧 这个 这都是很深批的啊 这个 同样的啊 几千人点赞 2500人点赞 就啥意思 就这些啊 这个美国人都在关注这个 啊 揭示的这些内容 一般啊 如果不对中共的系统了解的话 你是无法知道 这里面很多中共的邪恶 他是怎么操作的 因为他说白了 他在中共内部操作 你得有能力查得到这些 了解这些 啊 否则的话 是吧 这个 他就是叫做离地攻击 这种 这就是真正的离地攻击 林女士 你说是不是离地攻击 昨天我们做节目说离地攻击 就这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像那个爱德华先生他也提出了 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像燕博士他就是有 一一恢复嘛 但是这个还有很多更深要去挖掘的就是 谁可以允许他们有这样子的 在那边的经营 然后这一些的产品就明明是应该是 是在国际上面都是受控制那么严密 就是应该都是很严密的 就像我们对于那个脏弹或者是核弹 我们都有一套那个检测的系统是不能随便流入在全球各个地方 他不是像一般的就是你的比如说一个商品 比如说牛奶 养牛你的起司是可以随便这样子去运送的 他一定是要非常谨慎小心的那种而且都要都要必须有记录的 那但是就是像路德先生讲的离地的攻击 为什么 因为在最没有法治的一个极权国家 又他又是要去刻意的攻击美国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他所做的国家行为 他当然就不受到一个这种政府的 一般应该有的那种条规去限制的 更何况之前我们就了解到CCP他对于COVID-19 就整个的完全不配合全球的这种检查审查 然后也不配合那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开放 所以他对于这种生物的这种制药啊 然后对于生物的这种传递 对就是像路德先生讲的 他也许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生物攻击的商品 的那种比如说就像核弹 这种不同的那种攻击可以攻击的武器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随意把它冰在冰箱 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把它做各个不同地方的移动 那他的移动因为他也他已经假骗偷袭官了 他就用这种明目去瞒骗当地的警察 或者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跟他们讲 这只是一个世纪的商品 就是无害的 所以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你不是非常可疑或者是对于CCP 他的架构或者是这个隐蔽战线海外这些你们非常了解的 你是不会去怀疑他的 对 这个你看啊 岩博士他的这些文章 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今天啊 中央电视台说的啊 境外反华势力 说用英文中文啊 连续的和什么美国情报系统一起 你看 看到没有 说的是谁 说的就是 他的原文就这样写的吗 你记不记得啊 是吧 用英文中文 然后 有有 是吧 咱们今天早上节目做的 是吧 美国情报系统 爱德华斯不就是情报系统的吗 是不是啊 是 是 英文中文来回那个 关键 岩博士写的 社交媒体影响巨大 是吧 这么多人啊 都看到中共的真相啊 所以 对 大家看明白 对 你说继续 你说 就是 就是 也 呃 盐博士他的速度非常快 虽然就是说 他在 非常可能 最近因为很多这些事情 盐博士也很忙 要 要去做更多的这些 呃 情报的 呃 连结追踪跟整理 但是 像那个 那个 Jimmy Mays他发出来的 文章 有没有 就是 盐博士会马上去 呃 厘清 比如说他像 有没有 他不是说 呃 那个孙中山的事情吗 他马上会去厘清 呃 这件事情的原委 所以 等于是说 有 盐博士他非常的 清楚的 他就 逻辑 思维 对于 呃 整个 呃 共产党的那个发迹 跟国民党的发迹 那这个历史脉络也 透过了那个 雷蒙跟路德先生的 详细的分析 然后 呃 跟 颜博士的讨论 所以 会给 呃 那个 比如说像 Jimmy Mays这样子 的一个 呃 外国人 他对于 呃 共产党的这个 起源的脉络 跟国民党的起源的脉络 会越来越清楚 然后 那个 呃 当中的猫腻 他们会越来越知道说 原来国民党 共产党 其实就是 同一个都是苏联的 呃 那时候的孩子 呃 培养出来的 所以 当人们认识到这边的时候 那种 我相信那种 呃 连结的 呃 震惊跟 呃 深层的那种 呃 会 会更 了解到过去的那种 呃 苏联 冷战时候 在美国所用的 手法 透过了这十几年 呃 或者是几十年的这种 更更加的那种恶毒的升华 我相信美国人他们就会心有余悸 然后会更谨慎 所以会看到现在一些在推上的这种 呃 对于国土安全方面跟自己的农业土地方面的安全 他们都非常谨慎 我是说民众 来 卢德先生 谢谢 对 是的啊 这就是啊 咱们这一期节目时间原因啊 谢谢林女士 谢谢各位观众观看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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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